解答施施問題 345天昨天公布了一份業績 維他奶 你怎麼看這份業績 業績就一定不好 始終 都預期了 沒錯 因為特別是內地 因為其實現在內地業務佔領多 其實差不多半天內需估計 而內地業務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為網絡信件的政治因素 令到內地業務的下跌都比較誇張 所以業績不好就一定預算了 連帶它不好 它都要因為想重新上架 重新去做一個銷售 其實就加大了很多的推廣開支 所以其實它底下那邊的業績 那個表現更加之危 所以股價我覺得就應該不會特別強 但是你可以說 昨天下午有一個上升 或者今天跌也好 其實又沒有再沉底 我覺得最主要是技術面 因為技術走勢來講 它的股價是不斷扯下來 但是如果你看RSI來講 由九月開始它不斷下降股價 但是它的RSI是慢慢微微上去 雖然不是很斜上去 但是微微都有些底背池 是不斷形成的 所以技術的反彈是會有的 但是就這些不是基本面的轉勢 基本因素 我想前景真的要看著 譬如內地業務可以搞成怎樣 所以我覺得暫時如果沒有課 不會太建議 而其實有課的話 就反而可能趁著這一段 有些技術的底背池 有些的反彈 可能彈高考慮減一下 特別上面 我想第一段你要看 那條五十天線 十八個七這些位置 我覺得去到這些位置 阻力都會大一點 因為過去其實壓著 那條五十天線都很明顯 如果真的能夠升穿 才可以看高一點的位置 那條五十天線都很明顯